重走 在公路河流河溢道上寻找西南连大 杨潇 第二不分 湘 2018年4月7日 从长沙出发前一天下午 我沿中山路一直走到湘江边上 当年的码头已不见踪影 临近黄昏 江边有人锤掉 还有几个人拿网都捞鱼和泥丘 问了才知道 早些时候有人在这里放生 80年前 湘前边旅行团 应该就是在这里 乘坐两艘汽船 拖着的九条名船 正式出发 南越圣经学院就址最高处 曾是长沙灵大文学院教授所住的亭云楼 亭云楼 金月林宇燕补孙 曾在阳台上谈论维特根斯坦 住进来第二天 吴密就在楼顶东关日出 感受云气涌动 扶山如岛 接近湘西重镇园林县 马底一丑陋的正街背后 藏着圆带的异道和两栋好看的木结构老宅 在其中一栋老宅的天井里 万新闻老人拿出了他家的族谱 光绪年间流传下来的纸张 以发黄发霉 我们坐下来聊天 他给我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普通故事 过了关庄镇 我沿远水的一级之流 一溪前进 一路都是这样的景致 可惜因为挖沙者多 弄浑了一溪碧水 李湘前颠旅行团早几个月到这里的林徽英 给沈从文写信 昨晚李住在关庄的 沿途景物又秀丽又雄壮实 就使我们想到你二哥对这些苍翠的 天排布的深浅山头 碧绿的水和其间 稍稍带点天真的人为的点缀 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实时 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 这旅行真是不知几世修来 在南木铺做了一夜噩梦 第二天早晨不到七点 我就迫不及待出发了 田野和远处的高速公路 都笼罩在白色的大雾里 久居华北 习惯了埋天 这种纯天然无添加的雾的气味 都快忘了 2018年4月17日 五里山附近 汤水过河的村民 我在西边歇脚 水很清畅 有的河段流速减缓 甚至泛出高原河流 才有的那种碧绿和乳白交织的色彩 我从手机里找出 乡前滇旅行团当年的日记 开始读他们在五里山御匪的故事 想象那一夜的风声 狗肺和油冻着的火把 2018年4月21日 鲜黄县城内的污水 鲜黄是湖南最西部的县城 80年前 乡前滇旅行团 在这里的污水旁 举行了一次篝火网会 文一多对学生 讲起了古代神话 也有人讲起海外的艳遇 还有到蒙古沙漠的冒险经历 离开新晃县城 将近一个小时 终于走进了杨士德日记里说的 风光秀丽的污水Valley 西谷 污水是原水上游 最主要的支流 旧时船只可以游汉口 长德上宿至贵州镇远 施禀甚至黄平旧州 端来此河 第八章 长沙 一阳 不是水 想改河道 前路茫茫能无畅往 秋日梨田灌水 先生们天天吃肉 煮的旨意 再搞这个就砍头了 桃花江的幻想 洞庭湖这小蛮子 鱼几鱼 西市石库门面临刺之饼 老爷冤枉 米粉重温之旅 不存在的古城 丧家之犬 探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 请不要破坏我们的水电 四日晚上七点 船终于开了 两艘汽船 拖着九条名船 用毛绳连结成两组 载着三百多 各怀心事的师生 这一天是1938年2月20日 一个长沙学生在日记里写 大丈夫置在天下 燃云林寝 意味尝不煽然泪下 鱼母如何度此 寂寥之三年呼 开船不久天就黑了 船上灯光昏暗 无甚活动余地 北大经济系大三学生于道南 想早点就起 但睡不着 有人谈论国事 有人诉说流亡之苦 加上鸡生水生 就更加难以入眠 他的父亲原本在南京工作 首都沦陷 寓所被炸 只能回湖南老家退职闲居 家境并不宽裕 而他自己结婚已有年余 妻子怀着身孕 家中老弱无人照顾 于今离家前行 前路茫茫 能无畅往 想着想着 夜深了 他感到非常困乏才睡去 在1930年代的湖南 无论客运或运 水路仍然是统治性的交通方式 从长沙沿湘江而下 到林滋口速滋舍而上到甘西港 再下行入洞庭湖 滋水在甘西港分为两只 一只往东在林滋口入湘江 一只往北驻入洞庭湖 速远舍而上 到长德 近湘西 这是乡前滇旅行团计划的路线 也是西南水运通达中东部最重要的线路之一 整个湖南的帆船和竹牌都会汇聚到林滋口 再从这里入洞庭下汉口去上海 这里是游江入湖江湖切换之地 熟知掌雇的人说 当年这里寺庙香火缭绕 晚间客栈牌房灯火相应 三轿九流 七十二行镇上一门都不少 民谣有云 船到林滋口 有风都不走 江湖已逝 长沙到长德的水路客运也不复存在 哪怕是火车 在一轮轮提速以后 也不容易再找到那种每站都停和沿途有真正关联的慢车 我在长沙火车站等候 从这里始发开往成都东的K502次列车 一扬的去五车厢 长德的去六车厢 工作人员在站台上喊 列车往北驶过刘洋河和唠叨河 我想着1939年9月起三次长沙会战 中国军队以这些东西走向的相将之流为签 阻挡日经前进的情形 车厢里飘荡着戴佩妮的歌曲与冰榔的气味 又甜又辣 临座乘客嚼的那袋冰榔刻意标注了木唐唇字眼 好像有一个贴心的声音在说 让我们更健康的损害你的口腔 不久 列车离开京广县 转向西行驶 对我的旅行地图来说 从此都是填补空白了 远处是弯曲的河叉 河大片的紫云音 还有刚刚离好尚未插秧的稻田 三次长沙会战 日军每次进攻都在九月 因为秋收后到田里没有水 便与机械化部队通行 中国军队于是发动民众 秋日离田灌水 拖住日军铁骑 音乐忽然停止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 车厢里真安静啊 下午三点 大家都在闭目养神 我从背包里掏出那本后书 开始读北大外文系大四学生林振术 1938年春发表在大公报复刊上 描绘那次旅行的即时散文 香江上 夜雾重重下 船头坐着我们的烧工 约摸六十胎外人 胖胖身材 西叔的山羊湖 瑞丽的鹰眼 他是二十级左右 就来江中打发着日子的 出过长江 仿佛也在外国人的船上 充当过二等小头目 在太平洋上显过身手 洞庭湖畔 伴过强人 红白刀子进出中 替世界完结了好些生命 但如今年老了 十年前听一位堂兄的劝告 结束放荡生涯 用历年击下的一点积蓄 买进一艘大船 娶妻 生子女 在水上成家立业 像虎子离山 他的性子变得逊顺了 凡是按规矩 满面慈容 从不与人计较 在他船上 有他的老婆 弟弟 一位朴实的中年水手 一个退伍兵 一位基督徒 参加过护法时代有名的 棉田宝战役 参加过北伐 参加过洗风口 参加过一二八 八一三十便时 他在大场 正面对着敌人 七八昼夜 没有浸过一口水 没有睡觉 后来伤了腿 退出战好 在后方医院 去了一条腿 他说他的活着 是天剑来的 本来他可以坐着 按月灵府续金 但他不愿为着自己 而拖累国家 找老烧公要了这份 无需族旅的工作 船队离开了夜的长沙 湘江由南到北 倒立躺着 像白色的袋子 老烧公告诉林振树和他的同学 因为要搭载他们 他的船被码头扣了二十多天 才领到两块钱伙食费 你为什么不逃走呢 学生问他 我们没法子想杀 我是谁 想赶何道 他说 过路要路前 船只要纳税 先生们 这个码头不封扣我们 那个码头便封扣我们 我们没的法子哈 先生们天天吃肉 我们放几把盐巴度日远 夜半 夏贤月在满天繁星中 升了起来 寒风嗖嗖地从江上吹来 带着气船烟囱 冒出来的煤灰 北大政治系学生 潜能心合同学 用木板和包裤盖的油布 搭成人字型的帐篷 吸一口气 把全身藏进被窝 头也不敢伸出来 他想起三年前合同学 带着营帐 十句 画板 小杨浩 只排合筹制的国旗上 莫甘山素银 欲大风大雨 那时是年轻人作乐的自找苦吃 如今却是真切的品味 这流亡的困苦了 入睡前 林震树听到老烧公 在给弟弟指点天上的 星宿河水中的航路 江上浮着冷雾 高高土岸上 柳林里飞出几只乌鸦 半醒半睡间 是船头的分水声 和中年水手船部主的 旨意的低频音调 我恍惚 都受到了祝福 到林滋口 是第二天上午九点 船队驶入滋水 这是一个无云的晴天 天空淡蓝 让清华土木工程系大二学生杨士德 想起了北方的家乡 杨士德1917年4月9日 出生于河北省行堂县 从小早熟聪颖 在著名的宝定玉德中学读高中时 参加了共青团组织的学生活动 因此被捕入狱 我一个叔叔跟我讲 是玉德中学校长保他出来的 杨士德之子杨家史告诉我 他是独子吗 爷爷被儿的都说 你不能再搞这个 再搞这个就砍头了 他就专心念书了 1936年杨士德高中毕业 会考全省第一 当时各大学自主招生 杨士德在唐山铁道学院 县西南郊大 北洋大学 县天津大学 等几所高校的招生考试中 都拿到了新生第一 在清华大学招生考试中 名列第11名 几千人投考 录取新生294人 颇有趣味的是 这年英文作文考题为 Dogs Fight 为了节省学费 杨士德舍清华取堂院 不过只上了一个多月 就因为当地日本浪人猖獗 选择离开 转向清华报道 学号3411 合同年入学的 吴大昌 学号3404 等成为清华第12级学生 杨家实际的父亲跟他提过 刚到清华时不知如何使用坐式抽水马桶 以及 在体育馆上游泳课时被体育老师推入池中 清华重视体育 要求毕业生至少能在泳池游上一个来回 眼下 杨士德登上船顶眺望 看见湘江微黄 紫江深绿 两江相会处 参差着一条明显的界限 这让他感到很奇异 翻船很多 拉懒的人沿岸走 大都穿着草鞋 偷过白布 以示河找地带 老烧工给学生们指点各处河道的便迁 说应该还田与水 洞庭湖快要到了 这让烧工感到快乐 他说 他要让他们看看这小胡子的蛮劲 船夫们都知道 起了风浪的八百里洞庭 可不是好惹的 下午1点 船队在一个叫白马寺的地方歇脚午饭 岸上年轻的村姑摇着船 向学生们哗来 售卖茶叶鸡蛋 同时按送着秋锅 杨士德对他们驾船技巧 印象深刻 用手一变 把讲话一个曲线 小船的方向变变了 钱能星则喜欢他们 天真活泼的微笑 并且对临近的桃花江产生了浪漫的联想 如果时间不限制我们 一定随他们去桃花江 这个似乎充满着神秘的地名 对于我们 也许永远是一个 闭了眼迷迷蒙蒙追求的仙境了 至此 我一路神交最多的几位朋友 清华的蔡孝敏 林振树和杨士德 北大的钱能星和于道南 南开的刘兆吉都已出场 从长沙往后 美到一地 我都不时要借用他们的眼睛来看看现实的世界 或者拿自己的困惑去对标他们的烦恼 在讨论为何需要阅读时 美国作家弗兰层 Jonathan Franzen 精准描述过那种好想读处 好想读点书的感受 这一类人总是时不时要从现实世界的社交中抽离出来 与他们从小就习惯的来源于阅读的想象社群重新建立联系 独行在乡前颠倒上 这几位学子的日记和回忆 连同当时所有在路上留下文字的人们 一起构成了属于我的社群 你明知现实已经面目全非 但想象力与相愁 让旅行趣味不曾烧散 第二天 船队继续在河找地带行驶 离洞庭湖越来越近 可见大片沙洲 中午到了甘西港 本应顺流而下入湖 却得知前方水浅 不得不转向上游先去一阳 再徒步去长德 民国时期 因为长江泥沙河为肯加剧 洞庭湖水面日渐缩小 意识报助乡记者李正义当年报道淤积问题 内河港岔 河山水赋 人在重的轮船 畅行无语 而船过南湖周 青草湖 维堤湖 这些号称水阔的湖面 舟师却要处处以高干 去试探水位 河水入湖 河山却身于湖面 这是洞庭湖的危险 行程的改变 让杨士得有些失望 因为他急欲瞻仰一下伟大的洞庭湖 传言滋水上行 河水愈发清亮 整条江呈现出一种 透明的浅绿色 风吹起来 壁浪滔滔 从南京开上来的船只 贴着大将军八面威风 二将军镇守乾坤的字样 下午五点 他们抵达投宿的 距易扬城东吴里的清水潭 舍舟登陆的时候 林震树听到烧工响亮的话 追了上来 就好像落下东西在他船上似的 没看到湖蛮子 没可惜啊 下次来 只能留待日后了 1938年 1939年间 为了阻挡日军舰队前进 中国军队在洞庭湖 射下水雷的天罗地网 有七年左右的时间 水道断绝 下午六点 K502抵达易扬 我穿过推销宾馆的人群 每团4.9分裂 坐上20路公交车 晃晃悠悠进城 路过一处小山 黄色土坡上爆出深色掩体 红字标注着易扬的曼主 科马提炎 查手机才知道 这是施工时挖出的古火山口 火山喷发时地漫游 此处一出地表 地球十亿年前的内心活动 就这么暴露在你眼前 到酒店办好入主 又匆匆出来 街区颇旧 巨大的黑色柱管堆在空地上 孩童们嬉戏其间 天黑前我赶到滋江边 看到了灵阵树描绘过的 闭色的水映照着比利的塔的道语 塔叫窦魁塔 有七层 与对岸江北的三台塔 遥遥相望 鉴于乾隆年间 说是镇水之用 而两座站岗的宝塔 还能使上行的船只牌法 赶到一扬古城的威武 如今站岗的更像是 将对岸几座三十多层的 在建楼盘 和他们比起来 宝塔简直秀真 已知我一开始 居然视而不见 坐在江边的石头上 和一个同时甩出三根吊杆的小哥 闲聊 他三十岁 开了十一年货车 常得一扬来回跑 甘蔗 稻谷 莲 有什么就拉什么 先是开农用车 再种两吨 能拉十多吨 后来开大货 再种十五吨 拉三十吨是骑马 没办法 运价低 稻谷六十块钱拉一吨 按再种拉十五吨 才九百块钱 往返一趟油钱加过路费就花光了 不超再赚不了钱 也跑过长途 往湘南 广东方向 拉鱼灌车 五米长 一点二米高的水箱 装一万斤 里头鱼挤鱼 得不停住唇仰 停十分钟鱼就开始翻杜白 有一次他拉鱼去衡阳 就赶时间 就跑得快步咯 到S61高速251公里的地方 他对这个数字记得清清楚楚 四个后轮抱了两个 当时时速110公里 路基下面是水塘 七八米高 他想着 宁肯在路上翻车也不能掉下去 拉方向盘拉得整个人都斜了过来 滑了一百多米 把路旁一百多米的护栏 全部扫飞 最后硬是掉住了没摔下去 开车不是什么好事情 他盯着吊杆 水面半天没有反应 还有一次在永州道县 全是山路 急弯陡坡 拉过去还没事 把货卸了 出来时赶上大雪 路面结冰 上坡时开始滑车 刹车停不住 一边是几百米的悬崖 一边是山体 慢慢打方向盘 控制滑车方向 最后滑到山体一侧 排水沟里卡住了 脑子里还在后怕 要是控制不住 就只能跳车了 他有两个孩子 大的已经上幼儿园 跑大货越来越赚不到钱 两年前不开车了 跟着父母做水果批发 上半年生意不行 就等着下半年了 天黑了下来 身后沿江绿化带广场舞的节拍 轻微震动着耳膜 远处滋江三桥便换着霓虹 在江面倒映出 好几个椭圆形来 更远处的清水潭大桥 则是一条流线形黄色光带 桥头能看见三台塔 塔附近的尼姑庵 不知是否还在 当年傍晚 杨士德看到安门口 立着一个穿着黑色衣上的尼姑 面容俊俏清爽 颇为动人 晚饭过后 学生们抓紧时间节 对去逛一阳城 从清水潭到城区繁华的 头堡 二堡 三堡 绵延着一条 十五里长的临水长街 清朝中后七海尽建开 各国商船沿江 从上海到汉口 再穿过洞庭湖 通过滋水把乡中地区内入全球化版图 百余年繁荣水运集聚的大量财富 在此沉淀 不仅修起大片清瓦高墙 明居和九宫十八庙 也将麻石 一种带个色麻点的花岗岩扑遍了大街小巷 一阳县之彩 街道与石铺之 民国十三年 19241率涨宽 人力车往来乃无魔机之状 街道两旁的房屋 大多上下两层 木墙清瓦 房屋深者九进 前者一三四进 二宝大码头一带 西市石铺门面临自治理 门面壮丽不善 省城坡子皆也 因为铺面密集 狼岩前后相接 加上麻石温润绿水 当时人们描述 落雨上街 走完十五里长街 可以不打伞 不穿油鞋 学生们由东向西 沿着这麻石街走过 能听到人力车经过时 两边建筑的店门吱吱回响 楼上临街的窗户开着 菜油灯下 年轻的女人 埋头绣着枕衣 算命者拄着拐杖 拐建了小巷 巡夜的两人排列 拿着雪亮的大刀 浩浩荡荡冲散了 林心的行人 林街还有数十家赌管 因为旅行团的到来 当被政府下令禁赌 有些赌徒不习惯 给抓住 连声叫 老爷 冤枉 冤枉 压解的人嘴里 闲着半截哈德门香烟 吞吐着云雾 怕什么 关一会儿 没半杯茶酒 就放出来 怕什么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 想尝一尝一扬的米粉 再不那么重要的层面 这一趟徒步 也是一个酒居北方 吃了太多煎饼果子 和鸡蛋灌饼的 南方人的米粉 重温之旅 我没做任何攻略 就是想考察 街头的平均水准 随便进了一家馋嘴小吃 要了杯五元的泪茶 用花生 白芝麻 生姜 茶叶等等 加上各种草药 用锅类成粉末 开水冲泡 喝着更像一种甜品 给朋友发照片 笑称香北仙玉仙 又要了份十二元的墨鱼肉丝粉 焦头煮得太久了 纠缠在一起 饭出不怎么诱人的粉红色 脉象和味道都令人失望 我想去看看当年的老程 问了三个人 有三个说法 好像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的老易扬 拦了辆出租车 去最老最老的那个 司机 那就去一阳古城哦 一脚油门到了滋江北岸 在沿江走一段 就是这里咯 我隔着车窗看到一个石碑 上面立书写着一阳古城四个字 旁边几棵不怎么高大的棕榈树 远处墙上刷着标语 适量运动 心理平衡 就是这里了 司机指着一块绿色路牌鲁塑像 说 那里是名人广场 你去拍个照撒 我走过去 在那个并不存在的鲁塑像里 发现了并不存在的古城 一小段城门遗址而已 上面介绍 城墙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 城于嘉庆 南北城墙均用作防洪大堤 东门石门保存较好 语言不详 但至少告诉了我 这里是古城的东入口 当年学生们从清水潭往西 就是从这里踩着麻石入城的吧 司机说 前面还能看到一些老房子和麻石像 于是我们继续向前开 一路往西 一路都在拆迁 十五里麻石街自然不在了 连取而代之的滋江东路都被拆得差不多了 这是北门巷 司机指着一片废墟告诉我 这里是南岳宫 废墟中立着一座完好的黄色建筑 这个应该是一阳醉 以前是一个寺庙 后来搞成放电影的了 绿色的琉璃瓦还在 但其余部分已经非常破败 门口贴着剧场整体出租 灯光音响齐全 那是文昌阁 司机说就成改造 是为了建沿江风光带 因为我们一阳 比较落后嘛 主要就是我们一阳八十年代 当时那个领导 哎呀 改革开放的意识 还是差一点 东风二气本来是要搬到我们一阳来的 那个领导就说 你一下子要来几万人 我的房子 我的大米 我的鸡蛋 都要涨价 哪来的这么多东西 给你们吃呀 后来人家就到湖北实验去了咯 我们一阳领导不想要补咯 老百姓那种时候 自己都没饭吃 有什么想法咯 所以反过头来 像现在我们经济发展这么慢 才慢慢的说起这个事咯 下车的地方异常安静 那里似乎曾是老城最繁华的路段 路两旁密密麻麻的二层建筑 都以人去楼空 几个男人在一大片废墟上弄玉置板里的铁条 没办法 没得工作呀 一个老太婆 坐在挺好看的两层木楼门口 我想进去看看 她伸出五个指头 你掏个五块钱子 买东西恰 吃 往前走一会儿 就进了这座空城 街两旁都是两层的木屋 一楼是那种老式门板 二楼有走廊 走廊栏杆上还有雕花 当年学生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房子了 临街的窗户开着 菜油灯下 年轻的女人 来头绣着枕衣 第二天整队出发时 他们又一次经过了这古城的街道 那天落着细雨 行军的脚步声掀起了沿街的户户窗子 对话就此开始 呀 大队人马 昨夜开一夜呢 他们是乃义军的老总 不是脸 他们是学生子 又 学生子 学生子会走路 他们要走到云南省边 到云南 几百里路 几百里 三千多呢 要你磨破足皮 呦 不得了 不得了 我趴在门缝或窗户往里头看 天花板它在沙发上 还有倒在地上 破了的泡菜坛子 一间屋子墙壁贴着老报纸 能辨认出是奥运特刊 大标题 鸾菊杰 我很享受 我很甩 应该是2008年的报纸 当时这位1984年洛杉矶奥运基建冠军 以50岁高龄代表加拿大出战北京奥运 但很甩是什么意思 另一间屋子外面的水泥地上 生锈的亮衣铁丝还连接着抛铜树和窗台 两株小抛铜花还立在门口 像看门狗一样 让我想起冯友兰说的那句我们都是丧家之狗 空城里贴着不少标语 标语旁边几乎都有反标语 棚户区改造 卫明 惠明 后名旁边是杜绝侵占或破坏 文化是国家的财产 棚户区改造 我有责 我支持 我参与 我受益 落款大码头棚改分纸 旁边有张A4只打印的告示 严禁在古城区域非法拆除房屋 破坏文物等违法行为 情节严重地将一交公安机关 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落款明清古城 一条走廊里 高高挂着一件长衫和一条内裤 往里走一点 醒目的红底黄字 早签协议早搬家 早日实现安居梦 一间屋子里 有尚未完全思去的海报 海报上立着西方三圣 左边写着十个字 看破放下 字在随缘念佛 玉林坡等几条古像 没有拆迁 在这里我看到了 铺在地面上的长条麻石 趁着青台 何时凤里的七星帘 确实温润 也是在这里 我终于又见到了人影 一个男孩 在给他的女朋友拍照 几年后这里也会变成 我们熟悉的老街景点吧 那一模一样的小吃和纪念品 放一模一样的音乐 游客们摆出一模一样的首饰自拍 我在只有一线天的古像里穿行 很有些阴凉 最后一条巷子的出口外面 写满宣传标语的墙上 远远露出副墙二字 我想起几年前在美国时 每次经过哈佛库普书店 总看到汉学家夏伟 Orville Stel的新书 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21st Century 摆在入口处 封面上两个大大的汉字 富墙格外醒目 从19世纪40年代到改革开放 40周年的此刻 富墙真是困扰中国人 百年的一个梦了 走出古像 我看到了墙上的 一阳式滋江风帽带项目概况 绿征通过三至五年时间 把滋江风帽打造成为 国内外知名的城市 滨江风帽带 一条马路之隔 是一栋被拆空的五层白色水泥楼 外墙用粉笔写着温和 甚至有点书生气的抗议 告个位朋友 这里住了人 请不要破坏 我们的水电 打烂水管 用这样的手段 停拆千户的水 太不应该 本来是想追怀一下 当年学生足迹的 没想到赶上一场拆千的尾声 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 就成改造已是完成时 但在许多地方 它还是进行时 此后的旅行 我会一再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的时间远非君致 道理上明白是一回事 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 坐七路车晃晃悠悠回酒店 在滋江一桥桥头 我看到一个 被公交车轮谋杀的矿泉水瓶 和它喷出的水迹 像吐着火蛇的火炬 心里莽得一惊 渗示